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网言网事的新频道 在星期四的节目中间 我们就讲到了 众美两个国家的断网 会不会成为事实 会不会成为可能 现在还没有完全发生 但是呢原来大家传闻已久的 真的抖音和微信的这个封锁行动 真开始了 真开始了 来的那么迅速 对吧 那你有何感想呢 你是不是亢奋还是觉得 哎呀这个很正常 正常啊 很正常 我最近做的节目都关于这话题有关系 美国要立体制裁 制裁的措施会如雨点一般的落下 我都已经预告过 那么这里头呢有的是雨点 有的是冰雹 有的是云是要扎死人的 那么 关于这个 TikTok和微信的这个制裁 美国政府已经披露风声 披露半天了 你别不当回事 你早就应该做准备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啊 真正的聪明啊 他知道这个事情不能等 我要去下短line 那上面的节目的 每一个小时都听到 不是每个小时 每几分钟都听到 然后这个 国务卿 蓬佩奥 这个纳瓦罗 再加上这个白宫幕僚长 马克明德斯 对马克明德斯 全部都放个风 要有 一系列的 行动 要落实 甚至于这个幕僚长说过 未来四周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三周了 差不多两三周吧 他说美国出台的这个 制裁中国的措施 要多于过去 这个拜登先生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和原来的美国政府的 关于制裁中国措施的组合 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啊 我就做过节目我觉得这是真实的信号 并不是危言耸听 那么我们在他 他讲了之后 我们就看见这个制裁的措施 如雨点般的落下 这是第1个 那么第2个问题就是呢 蓬佩奥先生在谈这个干净网络计划谈5点这个倡议的时候呢 我们还知道这是倡议 还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政策 没想到过一天 行政令来了两个 来了两个一个是 针对 这个抖音 一个是针对 微信 这种节奏 这种立体方式让人真的是 眼花缭乱了 但是我也不是眼花缭乱 因为我觉得这是应该来的 就是来的太晚了 但是他来的还是比我想象的要狠 为什么不要狠呢 因为我仔细看了他那个行政命令的这个条文啊 他不是说 我就把抖音下载了 那么简单 有人就说无所谓呀 我拿个中国手机 对不对回到我登记个加拿大账号 实际上他那个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任何在美国境内的人 公民啊 绿卡啊 甚至包括知名的人 你不能用这个抖音和腾讯系统 做任何交易 对 那就等于了 你我如果用 加拿大的账户再做一个我们建构城 卖这个烧饼 也是违法 他赶尽杀绝 对他就彻底干净的给你赶尽杀绝 他不是说你手机里面我我我我下载一下我原来 有些中国人说没关系 我原来已经下载了我不需要新下载了 那中国人那点聪明 人家这个行政令 都已经开始想到 你着急 这种 赶尽杀绝的方式他一出手 啊 就要赶尽杀绝 我昨天在这个玩一玩市里 说过 美国人的这个纠错能力是很强的 一旦他认识到自己错了 他 打击的这个力度 是十倍百倍的打击 他不仅对抖音是赶尽杀绝 他对华为也是赶尽杀绝 对不对啊 我们谈到过 华为说你不让我用安卓系统 那我用鸿蒙啊 对不对啊 那么用鸿蒙的话呢 现在告诉你你上面也不能用美国的任何的这个 这个这个APA 鸿蒙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相当于安卓的一个独立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鸿蒙还是鸿蒙啊 鸿蒙搞得我都一下子不清楚了 你脚洪水啊 就是他 美国就是禁止这个 把这个华为办了实体清单嘛 那么 Gmail啊YouTube啊 和这个安卓的系统就不能在华为的手机上这个预装了 那么 这个任正非先生就自己开发一个系统 这就是他的鸿蒙 那么现在还是鸿蒙我就不相信这个名字 出一个叫鸿蒙 有点吓死人OK我打扰你 然后 现在啊 任正非先生还有一招 我可以 这个 雇用西方的 APP的开发人员 来帮我 丰富我的这个 应用商店 别着急 下一步告诉你 谁在为华为工作 西方的 谁在为华为工作 就会成为美国姿态的对象 你只要有一条生路他就会追杀到底 我告诉你这美国我告诉你这种 这种追杀令啊 真的不是一般的 儿戏的 一定要当回事 这个世界上你愿意你宁愿得罪 伊拉克的萨达姆 你也不要得罪美国政府 这是我给 就是通过这一场这个事情给他的一个教训 那现在抖音的老板 张一鸣先生并没有屈服 因为为什么呢 原来估计呀 卖掉也不错 一千亿美金算一算也还可以 后来说不行 一千亿那是估值 卖这个价钱不行 现金交易有人说就是500亿 但是今天一早上 我在想点就点的节目中间就讲了 最新的 估价 价钱 出价 吴远你知道多少 我当然知道了我早就贴出去了 500亿没有 300亿现在都打折扣了 微软出价300亿可是还有一个价是100亿 什么价还有一个价 微软出的就是100亿 不他报导的是 300亿 刚刚这个CNBC最早贴出是300亿 可是后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100亿的后头 就这个100亿 能不能拿得到 还受制于各个条件 为什么呢 川普先生早就说过 你卖TikTok你只卖美国公司 门都没有 我一次买买光 那么这个张一鸣先生现在的战略意图跟川普先生战略意图就发生了冲突啊 那我问你 现在他们准备 会胜算如何 请听今天的 大肆小评 我要点这个 是你的独立的大肆小评还是在明镜电视的大肆小评 是我这个明镜电视的大肆小评今天下午这个节目我就要讲这个啊这个我只说 这个张一鸣先生要打这个 这个 行政命令的 这个推翻这个官司的话 真的是难以上青天 我已经讲了我昨天还是今天在某个节目里面我说陈小平不是讲了 胜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呢 很低很低 有可以创造奇迹 对啊因为这个司法判例 永远有这个奇迹的时刻 否则的话 你看他为什么会不断的发展呢对不对他会有奇迹的时候 但是这个奇迹是不是你张一鸣先生创造的 我估计轮不到他 在这 你创造奇迹你要分析 各种可能性 那么我今天的那个 大肆小评我就要分析他没有创造这个奇迹的可能性 OK 这就会太悲哭了 创造奇迹很低还是有可能性 他没有创造奇迹的任何可能性 太强硬了太强硬了 战狼战狼 如果他有钱 这个钱呢趁早送去搞点慈善 支持一下中国研究院 也可以支持我们当然他会涉及到问题了 我们不能要 对啊现在张一鸣先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想让这个抖音长期存在下去 而 川普的目标 是你可以存在长期存在下去 那么你把这个公司交给美国他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如果你想把美国公司卖掉 然后你搬到英国去营业 新西兰去营业加拿大去营业澳大利亚去营业 门都没有 你逃到什么地方 川普先生要追到什么地方去 张一鸣先生必须认清这个形式 所以说那当然你可以说我退到中国去 没办法 内循环 你太了解这个 这个 最后张一鸣和任正鸣先生坐在座场开始和哥俩现在开始内循环了 两个内循环加在一起 双循环 好了 大家要看这个陈小平博士去分析这个抖音的这一场官司 会输还是会有 接下来这个节目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他说反正没有机会赢 哎呀你这个这个没有学历呀 没有 没有希望 请跟这个 网民网市 点赞 分享 和介绍你的朋友 告诉大家 陈小平博士 创办了 新的网民网市新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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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